早安 各位粉絲爸爸 如果大家未見過我的真人的話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有多高呢? 根據我的記憶之中 我大概是一米六四五左右 但我一穿少少高跟鞋 就不知道為什麼好像高很多 每個人都覺得原來這麼高 我其實都是中等高 但一穿少少高跟鞋 整個人就不知道為什麼好像囂了很多 我也想真身可以見一下河馬 究竟河馬有多高呢? 如果她站在我身旁 大概也會知道 今天她就在她的直播 曾經提到她的新高 她就說自己是一米五九 一米五九 我想普遍香港很多女生來講 都大概是這樣 我想叫中下一點 我估計香港女生1.6,1,2比較多 我沒有實質數據 但是河馬究竟似是多高呢? 不如看看片段吧 看看片段,大家有一個想法 這個來自群組 和鹹白在不知道什麼站 嘩,你看他的身形 嘩,你看他 你看他 嘩 嘩 我覺得他 一米五九 可能也有布大少少 你看他的鞋子 很高跟 這裡也很高 這裡也可能有五厘米高 他經常走走走走穿穿這麼高 他不累 雖然不是叫高跟斗領跟 但是穿著這麼高 還有這麼舒適的鞋子 這樣走走滴滴其實很累 我年紀大了,我真的不會穿這種鞋 但是他好像已經穿了 起碼都高了五六cm的鞋 看起來也是很矮 今天他在直播中 怎麼說呢 他又說 在抖音 有一個 影片說 有兩個女孩 一個是一米五百 一個是一米六百 大家背景 他的樣子 所有條件都差不多 有一個男孩 叫他選 那個男孩有幾好條件 他選誰呢 誰知道他選一米五百 其實一米五百 這些當然好一點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米五百 跟我差不多 就當然好 我也知道他 他大概 有些東西出來 其實就是想賺自己 賺自己 不要以為一米六百 那些才好 當然好像我這些 一米五九 一米五七 一米六七 那些 一米五九 就是最後 一米五九 其實很多女孩 這個高度都可以很漂亮 但問題不是 打直去量度 是打橫去量度 你是三十八 三十八 四十 其實 只不只三十八 我想他 大家猜一下 河馬的上位是多少 大家不妨留言猜一下 他的三位 三位這些 我想 色圖老馬那些 會比較 猜得準些 看看 他上位 雖然他的波 就不是很大 我覺得 我就不認同 風哥 風爺少子豐所說 他的上位很豐滿 我覺得 正常 但是他的背部 背部也沒有了十吋 是不是 我想他的上位 大概 三十 三十幾 三十 我猜是三十八 會不會去到四十呢 對 最終我覺得是三十八 三十八 四十 這是我猜的 希望 何太 本人可以回覆我 他說 不是啊 我腰都不知多幼 我三十八 二十八 三十四 他說得出的 對 昨天直播 也有 孝白 又在吹 說自己 做過軍人 他說 說點 又不說點 為什麼說點 不說點 有些人 說得不太實 實 然後找到一些證據 去挑戰他 他就問 什麼 我都沒有說什麼 我說什麼 我沒有說得很實 其實就是說得不太確實 讓自己有些走盞位 我看到 Facebook的群組都挺搞笑 軍人嗎 是不是真軍教室的退休軍人 我剛才在吃東西的時候 在看群組 我真的覺得很搞笑 我覺得他這個 沒有膽痞女 還會跟別人洗底褲 如果你是軍人 你真的拍衰些軍人 我們 什麼 國家有難 匹夫有責 我們上前殺敵 保家為國 是不是 滿身耍熱血 你這種縮頭烏龜 縮到廁所洗底褲 我們 強大的祖國 哪有你這種內藥軍人 是不是 如果軍人好像 孝白 國家組滅亡了 哪有現在這麼繁榮 這麼強大 所以我覺得 九成都是趨的 對河馬的身高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 我在群組也看到 大家有個討論 就是 河馬的流量 究竟是真還是假 其實河馬的頻道 現在的增長都挺正面 挺健康的 他有2580個訂閱者 即是他的次頻道 現在看他的直播 很容易過萬 真的很好 我做直播 近來才有一條 叫做開始 過到一萬 當然評論片和直播片的計法 應該有點不同 但是直播有一萬 如果你每一天開兩條直播 其實都挺和味的 我再重新一下 看看他有多少看法 剛剛下午那條直播 即是兩點多開了一條 四千七 暫時四千七 昨晚的七千六 昨天下午的九千七 一萬五 一萬二 一萬八 一萬七 一萬九 不是萬聯的粉絲 一萬九 一萬三 一萬五 一萬二 一萬一 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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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六 一萬六 其實 也開始很多人討論 究竟他的流量是真還是假的 在群組裡我看到有否有這個報告 我先看看 有人彈這個報告出來 其實有些方法是在Youtube買流量的 這個我不清楚 據我所知是不容易的 多數都是真實的 當然IG的很多都是假的 買Like 買訂閱者很多 你見到 明明那個Follow者很多 我見到IG 但為何那些Po 有一次沒有什麼人like 但為何偶爾有些Po 有很多人like 那些女生 然後你按進去看看 是什麼人like 全部都是一些 菲律賓人 那些Po 也不像真正是他的朋友 那我猜到這個是買的 IG是比較容易做的 但Youtube應該比較難 不過我也知道有人是這樣做的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當然不是正規 在Youtube有這個服務 它是不好的 你可以透過Google 和其他平台下廣告是可以 你下廣告 但是你這樣去買一些流量 買一些訂閱者 據我的認知 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我真的聽聞 是有人會這樣做的 是有的 這個方法是有的 可能透過第三方 一些不見得光的網台 我其實這些資訊 剛剛在可伯老婆群組看的 有網友 CAP了這一頁出來 原來是可以25元 增加100的觀看人數 大概知道市價原來是這樣 一般準則 在Youtube購買直播人數 Youtube增加直播人數 就是一小時 原來 在觀眾 網友的一些資訊 CAP回來 有這樣的方法 疑似有這樣的方法 不知道是否真的 在哪裡不知道 也不鼓勵 這些都不是正途 可能25元 就可以在一個小時內 增加你的曝光率 也有網民推敲 為什麼河馬經常做一個小時 會不會他買了流量 就是你一個小時就推高它 不知道大家信不信 當然 看到河馬和善伯 兩個這麼討厭的人 他們這麼多流量 我們看到很咬牙切齒 但是我就有點懷疑 對於他買流量的說法 起碼第一 誰付錢 有沒有這麼多錢 25元一個小時 每天 可能是50元一天 他有時做兩個小時直播 50元70元 對於我們這些來說 買場球也幾百元 買場馬也幾十元 當然是比較輕鬆一點 我也是窮的 我也是窮過L 那些來的 但是幾十元 我覺得以河馬來說 他真的 那些什麼 牙肉痛 那些人很孤寒 什麼什麼痛過 不知什麼 總之他這麼孤寒 他不會給那幾十元 我記得好像昨天 在水哥直播說 有一些美麗的錄音 就說河馬很孤寒 叫他在大陸幫他一百元 開張電話卡 他也不肯 那樣 我覺得河馬也偏向是孤寒 那些 他十元給黑衣 都說得很大 十元好像說到十萬 對吧 所以錢從何來呢 而他幕後的團隊 又是否會給這塊錢呢 每天這樣 每天這樣播 你想想都用 我計算一下 如果一天當你開兩場 看看 五十元 那五十成什麼 五十成三十 一個月 一個月一千五元 現在他還沒有盈利 錢還沒有收 還要給他錢 我就不太相信了 不好意思 另外如果我買流量第二個 我覺得 第二個疑點 就是河馬是一個很自信的人 他覺得我 真的是超級網紅 之前在主頻道 我有一萬多人 好像是一萬多人 這麼多人喜歡我 我世界級的網紅 我用什麼錢去買流量 所以我覺得他太自信了 他不會出這塊錢 即使有方法買到流量 那那些留言呢 你怎麼可以同時間去買留言 買那麼多個分身 去跟他留言 去讚他 去中粉 那些 留言 都偏向我覺得是真的 有黑粉的留言 也有他不知道的 所謂中粉寶寶的留言 我不信他買那二十多元 會請到那麼多人去讚他 罵他那些不用付錢 我們真的有很多黑粉去罵他 我又不覺得他那幾十元可以做到 那如果 可能你再給多些錢 真的可以分身去留言 那他會不會給這個錢 還有有沒有人會幫他給這個錢 所以 我很多都挺懷疑 現在河馬 做的直播都越來越多人看 可能同時間 即時 可能有六七百人看 其實都算好 我 我 做直播 最近才多些四百多人 以前很少開直播 但我那條頻道這麼小 都是幾十人 至到有時 一百 現在會多一點 四百多也有 河馬是很多的 六七百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起到一千 而且他只要保持習慣 這個頻率 一天開兩場或者三場 那個增長 他只會慢慢升 很難會跌 就是看是升得多一點 還是慢一點 始終都是有一個趨勢 他一直在升 我想 如果那些流量是真的 其實網民又何解 要看河馬的直播呢 難道他真的那麼漂亮 難道他真的會轉彎 因為我覺得最主要都是吃花生 我也是其中之一 吃花生 因為 你想想 例如我 一向我拍美容的影片 有時會拍美容兒 偶下偶下的影片 可能會過晚的 過兩晚的 但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有時真的講些Vlog 拍攝 可能只有幾百 一千 views 我自己又出片 就出得慢了 我之前的頻道大概是這樣的 現在當然是有些增長的 真的要多謝河馬 好了 自從評論河馬之後 我有一次 無緣無故拍攝他們 他去了一間酒店 然後河伯不是脫衣服 洗澡 他拔鼻毛 我覺得 真的很吐心 但吐心的事情 不要只是我吐 現在一起吐 我就放下 放了上網 誰知 無緣無故有幾萬人看 所以你想想 其實河馬是真的流量密碼 他是流量密碼的傳源 我這條這麼小的頻道 隨便播放他 我都可以有幾萬 views 當然 我都要歸功於我自己 你剪輯的方法 剪輯的時間 封面 或者你落標題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你真的要做的 才可以吸引到多些人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想做這件事 靠河馬來吸收流量 有些會做得很好 但有很多是做得不好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人人說河馬有流量 你說又會有 不是的 好 食花生是我覺得第一個動機 第二 你看到其實河馬直播的留言很多 簡直多到 你留言想叻叻 他叻完幾秒 留言又飛上去了 那些留言當然 大部分來自黑粉 也有來自中粉 那些留言是很多的 所以我之前都經常看他的直播 我就是因為想留言叻叻他 麻叻 喂可白 你那頭近了 你都聞到棺材香了 等等 罵一下他會爽一點 那我要直接去到他的網站 去他的YouTube 我才可以麻叻到他 當然大家也可以去其他做轉播的台 例如水哥 日更 或者是邵子鋒等等 他們都有做直播 還有很多人會直接去看 因為始終第一身去看 和轉播的感覺不同 沒有說誰比較好 這是自己的選擇 另外 也有第三個動機 就是跟我一樣 我就是一個YouTuber 我要直接去看他 看看他的留言 然後做我自己的資料搜集 去出片 好像這條片一樣 我都有看過他的直播 所以其實是各自有各自的動機 食花生的動機是真的最多的 所以我現在偏向覺得 何馬這條次頻道 他們那些的流量 偏向是真的 我自己覺得 他又沒有這樣的技術 又不會花那塊錢去買 是吧 那他的主頻道 現在都是偶了在那裡 有很多跡象 看來好像是被人騎劫了 不知道他能不能拿回 因為他說要等三個月 他怕再拿紅錶 就整條頻道被人撞了 其實他現在的次頻道 都開始可以盈利了 現在他2590人 又多了一點 而且那個view數的增長 是健康的 說真的 如果以他這個流量 如果開通了 在youtube的盈利後 大概有多少錢呢 大概我猜 我猜而已 我不是很專業的 那我 弄他的資料 去一些網站 查一下 有個姑娘 如果她這樣的 出片頻道 一個月保守估計 保守都有萬多元 可能 再加上課金 還有一路慢慢上去 何太 如果次頻道這樣 進行下去 有機會 每個月 起碼有萬多元 而且這只是起點 那 沒辦法 怎樣可以阻止他 因為何馬這個 這樣的人 污言慰語 價值觀又錯了 他跟坦白 兩條的番薯 都可以做網紅 賺到錢 真的很沒有天理 很多事情沒有天理 他們每天都不回公屋 防柱也可以不工作 可以用納粹人的資源 去養這些豬米蟲 是很沒有天理的 那怎樣可以 倒截到他呢 我也在想 除非他的頻道 真的要收皮 或者他人要收皮 人要坐牢 還是怎樣 否則你讓他這樣 繼續做到直播 一直有這個流量 是健康的 比我這些YouTuber 增長更大 每條直播都有萬多元 所以大家就看看 看看他會不會 什麼時候次頻道都開了 次頻道 我想他都差不多夠資格 過了一千人 觀看時數四千 應該沒什麼問題 那條條片都過萬 所以應該已經達到 開盈利的要求 不知道他有沒有人在做 不妨大家在他做直播的時候 就問問他 好 最後再看一次 一米五九 真的 不知道是不是 你有沒有見過他 真人的朋友 覺得他是不是真的有一米五九 不妨留言說一下 好 再看看群組其他有什麼消息 再跟大家拍片說 下條片見 拜拜 拜拜